最近很多国家都在风氏族 也让国内踢足球的风气更为兴盛 其实在新店北新国小 也有一支足球校队 成立经有多年时间 他们平常训练就很严格 虽然现在放暑假了 还是持续练习 也因此在比赛时总能拿下好成绩 今晚天气炎热 不过北新国小足球校队 依旧顶着大太阳进行暑期特训 在运动场上来回跑步冲刺 为的是要训练队员们的体能 因为比赛时必须满场奔跑 体力的消耗相当大 所以平日就要一点一滴 培养充足的能量 虽然很辛苦 但队员们各个咬紧牙根完成任务 我从二年级开始就有兴趣了 然后接着就 可惜就是三年级的时候就 脚受伤没办法踢球 然后四年级就考上了 所以从五年级开始踢 踢到现在 北新国小是新北市重点足球培训学校 学校的足球队从社团性质 慢慢转型成为足球校队 目前已经达到一百多人规模 而想要进到校队并不简单 首先必须先经过考试 再通过考试后 还有一连串严格的训练 也因为如此 足球队在比赛时屡日创下佳击 速度比较快 然后反应力也比较好 还有懂得思考 教练陈俊赵表示 足球队除了可以培养小朋友的荣誉心 还能够增进肺活量 使身体更强健 另外对于消耗孩子们过剩体能 培养专注力都大有帮助 有些比较好动的小朋友来踢球之后 大部分学业上表情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已经动完了 然后他在念书的时候会比较认真一点 世足赛在世界各国掀起一片热潮 也让国内踢足球的风气跟着高涨 北京国小也期盼 学生能对足球更有兴趣 并且持之以恒练习 记者声明站们 本期新店采访报道